神秘之夜Trade Live和大家见面 今次是第十七 十七次我都开始不数了 我都说是最后一次 所以我数得很细致 首先在这里多谢一位听众 他送了两只 经典的 记住是LD 不是VCD 又不是DVD 这个是时光导流七十年 这个是仙鹅飞飞飞文 几图你发表感想 我收到之后 我也有的 因为它现在风雨过后 LD已经不出来 但我觉得LD的画质是最棒的 尤其是CAV那种 即是可以逐格看的 就漂亮得很细致 对于如果你喜欢电影技术 那些想逐格看的那些 始终都作为LD的世界 是的 我知道很多朋友现在都在继续 即是LD的这个Version 和那些投射机 请教你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譬如说我现在将LD 我们将它放入数码的容器 譬如例如一个碟 甚至是手指 或者怎么样 那样 那个出来的效果有没有分别 我不知道 答不答的也好 因为牵涉了 其实那个现在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你保持细致的细致也很漂亮 不过是有版权问题的 哈哈哈哈 那你自己看也 也有问题的 也有问题的 因为你要这么说出来 就说你有做这个行为 没有 我纯粹研究一个技术的可能性 我没有做这些事情 我提醒定证朋友 不要公然说 因为其实你公然说 也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暴露了你的性责 是是是是是 那我们要保护的 那样东西都是 这些我告诉你 有些常常很喜欢看版本碟 什么那些 常常出了这些意外 见到一些作者 什么那些 跟别人说这些 人家其实会披移你的 是的 但是有个很现实的问题 有些戏 即你想找那些copy都找不到 找不到 其实那个语司就是找不到 是的 如果你说偷偷地整官神 你说挺而走险犯法 或者什么那裏 始终在那裏 你有个污点 而且你是公开 你不知道的 公开来说 还有问题 是的 是的 今天这个trader 我们都要触解一个问题 其一就是 这个增保安施房 是 幸好我们六个时间 我们又知道转折 如果不是我们说 增保安施房沉了 跟不上最新发展 是 新闻日日变 可能我们出街的时候 又沉了 又沉了 不出奇的 根本不是现在回来 又或者它 偷偷回来香港 或者怎么样 是的 那我们当然 这个角度 我们就会讲讲 这个增保安施房 跟电影之间的关系 是 即是在trader那裏打一题 是的 那我们trader那裏 其实我们有一个 就是第二个版本 是 因为譬如在patreon里面 我们都尽量 现在利用patreon的好处 我们可以 放一些片段下去 上次我们播了 Kate Bush的那个 MTV 反应都不错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头长你再找他 另一个 有Kate Bush 有首歌 拍的MV拍得很好 好像叫Ring Maker 不是 Cloud Blaster Cloud Blaster 即是它做乳机 是的 这个乳机 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 就涉及一个 就是在心理学界 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有个人 医药界 他叫William Reich 他就是佛洛伊德的徒弟 他就 去了美国之后 说他有一组一个商 可以吸收这个宇宙的能量 最大事是他可以癌症 然后就被联邦调查局 和委国的卫生部 告他 叫他坐牢 出了牢 出来没多久 之后就死了 是的 这件事本身在电影界 都引起一些议论 我们提过 就是一个很著名的 南斯拉夫的导演 现在当然没有了 南斯拉夫这个国家 但是当然 南斯拉夫是在 铁幕国家的时候 他拍了一段视频 《The Mystery of W.R.》 我不记得是什么 《The Mystery of W.R.》 我现在立刻查到那个 那就是说这件事 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 这首歌就是说 他对这个人的看法 我说过是另一首歌 就是因为那个就是 K Boucher 《Ring Macom》 你说的 就是他爸爸 他爸爸就是那个 都是一个很出名的 一个男演员 那个叫什么 死日突然忘记了他 那个肌肤的那个老爸 就是说他爸爸是做一个做雨机 但是不过被政府抓了 这个就是《Cloud Bluster》 是吗 是的 如果是这首歌 不过不要紧了 都不是这个 在一个山头那里做个落雨机 《Running Up Dead Hill》 那这个做爸爸是谁做的 这个要查查 不要紧了 是否血光鬼影奪命刀的男主角呢 这个应该就是 如果血光鬼影奪命刀 就是这个 这个 Gate Cave 修达兰 是的 Donald 修达兰 Donald 修达兰 因为他特意找他拍的 这件事是很出名的 就是Carl Blatting 就是现在我说这个 也是吗 是的 没有那个陆山那些 大家去引证一下 因为这首歌我个人是拍得很好 不是 他直接是Donald 修达兰 做我刚才说的那个人 就是这个 Rain Ryker 这里有个《维基百科》 是解释这个城市 是整个戏 可能 可能 他因为Cable Share 很多很有反应 但原来不是那么熟悉的 那我也很猜疑 因为年轻被他锁住了 因为他的歌 到后来 Dreaming 都还是很好听 也有个听众朋友 很感谢他 因为我们都有提及 如果香港来说 王菲也是可以有一种 他的那种声频 很有无声 即是那种灵感很强 这位朋友 他马上送了一个原来王菲 他也做了一支碟 是全部都是佛经的众 总共是15个 那么多 多谢听众朋友 刚刚收到的 你还要提一提 这位萧听众 他用心写了一篇很长的传件 给几图 是的 多谢你 大家原来在每逢星期六 神秘之夜的那一刻 大家在那里 神交 是 好 多谢这位听众朋友 你好 刚才我们说过 我都倾向要做一支 节目神秘之夜说 因为看上去 虽然很多朋友 都不太熟悉Cay Bush 但几位刚才说的 这个Carl Blasting 其实真的是值得做 很值得 我们欠了这个题目 整十几年 是 刚才我说的那套戏 WR Mistries of the Organism 这是一个很离经半道的 东欧共产主义时期的电影 所以也很值得在这里说 涉及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人物 是 亦因为我们今次一开始 提及《珍宝海鲜坊》 我想现在这个叫做《峰回路转》 在新闻里面 突然之间遇到这样的意外 但是后来结果 就是原来 在新闻的报道 我们收到的消息有些问题 现在就有个下落在这里 但是与此同时 我觉得整件事里面 还有很多暗涌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说 说细节一点 可能我们要做research 或者要等那个时机 但是说回珍宝 我们用个叫市民来说 人民对于《珍宝》来说 我们都可以在神秘学那里做一个专题 因为《珍宝海鲜坊》不单止 有很多中外的电影 都一讲香港的时候 都会有提及《珍宝》的了 而且他刚才也略略说 找一些片段做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给大家看 但我也想说一说 在30年前 29 我们编剧会的春铭 第一次春铭 就是在《珍宝海鲜坊》那里做的 有没有坐车轮椅 怎指坐轮椅 因为《珍宝海鲜坊》在我们的时期 1992年我们成立的 今年是30周年 我们的会长是南映先生 他是我们第一任的会长 我想他很开心能够做到会长 就说春铭不如去《珍宝》吧 有历史价值 又被他教得到 所以我们对《珍宝》的怀念是非常多 最后一部电影 我们也叫我们的技术朋友 看看《珍宝海鲜坊》 譬如《珍宝海鲜坊》 她也有说过珍宝 那片段就不用怕 完全就不怕 因为香港的片主 和东宝的老板 你懂的 很熟的 基本上跟她说声 《珍宝海鲜坊》都说无事 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保险 有一种尊重 另外一个我也想看的 就是《珍宝海鲜坊》 我又想问你 今日的年轻人 年轻一点的 甚至是电影人 他们是否熟悉这部电影 不熟悉 但我上课时 年年都找个机会 放一放他的片段给大家看 放几段就可以了 放完很多人很震惊 那些学生很震惊 然后又看一些记录 看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说那个《珍宝海鲜坊》的导演 就是《珍宝海鲜坊》 就是《珍宝海鲜坊》 因为我觉得今时今日 可能大家看很多戏 它用的那种叫做视觉处理的方式 无论是日本它自己 或者外国那些MTV那些 那时MTV未流行 它都已经玩MTV手法 但是那种手法 就是叫断裂式 好像梦境那种手法 你会发觉精子 很多那些戏 尤其是鬼戏 都有用它那种叫视觉的技术 那《珍宝海鲜坊》最特别 怎样特别呢 就是一个《香港白》 还有一位男演员 Klaus Kinski 就是Natasha Kinski的爸爸 那个爸爸是专做吸血鬼 很厉害的爱象 而且那部电影 应该是欧梁的续集 而欧梁的续集 我们上个星期 竟然讲了艾曼楼的翻译 那真是很特别 而且你如果有看《识界》 《识界》就是梁朝伟和汤韦的第一段戏 他们都不介意告诉我 因为那个摄影和李安先生 他们都有找上海仪人枪馆的参照 为何呢 他在当时拍这部戏 这个故事不说那么复杂 他用的处理方法就是说 他要在主流电影那里 做到一些是四仔 都说是厉害的一些处理的手法 但是他又不想好像 《感官的世界》那样被人禁止 他做那里 所以他用的技术 尤其是梁朝伟 那个处理的那一段 他们各个都看完之后 很多人都问那个演员 你是不是打真军的 跟着那个演员 卡尔基斯奇 我打真军有什麽所谓呢 不过他还未听 不是 但是全世界的人看的时候 都以为是打真军的 但是导演也说 你不要爆了我出来 我说给观众听是打真军的 这个是视角的技术去到最高境界 你以为是打真军 原来不是打真军 梁朝伟那一段 大家都以为他是打真军 但是告诉你 那个是有特技的 光学特技在做的 你猜不到 在里面99比9的那格里面 有一种打真军的效果 让你以为肯定那个镜头是打真军 而他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 比如说在珍宝海鲜坊 我们将来可以做一个专题 除了电影之外 因为有很多人都说 其实是一个风水的建筑器 因为它里面用那些道具 龙柱那些东西 其实现在他走的时候很仓军 有很多时候他都说 其实有很多要留下的 因为他那种他积聚了很多灵气 这些我们将来 如果存够资料 还有觉得值得讲的时候 我们才跟大家去讲珍宝海鲜坊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电影人 你觉得珍宝海鲜坊 他在电影里面出现那么多次数 那个原因是哪个 是否一种二国风情 不是 因为他会觉得 比如你现在来香港那里 很多人都会画一些熟悉的地方 那个叫Landmark 你会看到巴黎也是 为什么要有些地方 有些老街 特意要拍给你看 或者有些面包布 一定要拍给你看 甚至是一条桥 就是蔡立浩那条桥 是呀 他就专利给那支锁 可能你不准不准弄锁 那个电影式是没了的时候 但是他会有很多时候告诉你 其实电影和那个地方 是会造成了那个地点的一个风气 尤其是如果你用旅游业来说 引导人来去 那时香港都说是电影之都 就是有近期的黄家卫的重庆森林 那个中环的那条行人 那条 现在很多人都还在那里看 在那里拍的 整个重庆森林那段在那里拍的 或者九龙城寨 现在拆光了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那里 我告诉你 我们就是在2004年那时候 现在因为都做不到 泰国是肯给一个地方 和他们肯投资 叫我们搭回九龙城寨出来 你说好像片场那样搭都可以 好像丽远那样都可以 总之有那种特色有那里 他说原来他就给我们拍电影 他就做一个叫主堤公园 我正想说不如搞九龙城寨主堤公园 你一说我告诉你 有很多外边的人 或者他都说我想投资 或者迪士尼旁边那边 那里你弄的九龙城寨公园 迪士尼说可以了 我弄的出来 因为我有个别人就是 米老鼠都可以过去九龙城寨 直接是 因为今时今日 你会看到有些电影 他里面做的一些世界 他的那个景致 都是有参考九龙城寨的 他的历史 或者你漫画龙虎门那些 都有拍九龙城寨 但是他未来世界 你看过Total Recall的新版 他那个都有香港的 还有他那些区域的设计 是九龙城寨来的 这个就跟那个珍宝海先放 一样就是有时有些景致 对于那个地方来说 他不单止是一个老妈 是好像成了精 是一个灵魂代表 他本身是个角色 角色不一定是人 譬如说有部电影讲坦克的 是 是 主角就是坦克 不是那个演员 但是《珍宝海先放》 我相信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体现到香港中 所谓后现代的气息 什么叫后现代呢 就是你将可以很多 理论上是有矛盾 和不相关 或者大家互相冲突的元素 摆在一起之后 你觉得 形成了一个很一致的感觉出来 这件事就是 港走易 但是早上来 其实在其他世界国家很难找到 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在香港相对比较容易找到 而且在外国用船里做餐厅 其实是有的 当然有的 不过高雄也有 当一讲的时候 那些人是只会讲香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用一个分析 一个区域的蜂蜜誌 里面来讲 珍宝海鲜坊 或者泰白海鲜坊 甚至沙田的那个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种叫香港意义 香港style 因为香港的那个世界 或者整个人研究香港的民风 里面就是白色人种 但是大家有一种叫浮屏的世界 整个心里都是一种流浪 一种浮屏的思想 这个我觉得我们的香港政府 或者我们的中央都要了解 香港的时候 香港有一种与别不同 就是整个香港区域里面的人种 无论是华人 或者外面的人 来到香港的时候 其实有一种叫浮屏的世界 它会在香港有一种 初初感觉 是一种寄居的一种原因 因为它的家乡不是那里 因为香港保安院 原本是保安院 保安院的真正的那些人 你甚至看回保安 或者围村 都是其中一个小部分 就是保安的世界 所以你做深入研究 我们最珍惜 现在说香港的文化 就是开始 因为没有人去了解这件事 那些头 没有人了解这种珍贵之处 反而你会看到 外国的那些未必是政府 因为不关他事 你不到 但是外国的那些人 那些人 他们为何这么珍惜 和这么流暖到香港这个世界 但是觉得相对世界有种特别 就是说这个小小的区域 等同于一个美人的 一个东方美人的那粒烧云屏 一点的 不过你那一点里面 就令到你烧云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形容 而珍宝海鲜坊 我觉得就是我们香港的 放在香港仔的那粒烧云屏 是的 但是现在最关心的 珍宝海鲜坊的情况 就是日本的传媒 日本传媒做得很大 因为亦都颇多日本片 就以这个取景 有 刚刚那个JP 什么欺诈斯 欺诈斯 我们那时候也有提 是 不过刚才几度说 我就有另一个角度看 是的 其实一些地方那个特殊的触觉 是要人发掘出来的 很有趣 因为香港自己本身很多警官 我自己的感觉不是那么强 但是有些人来到 觉得很厉害 譬如说一座大厦 全部是一个屋邨来的 譬如那些楼梯怎么走法 那些人怎么浪山 譬如现在 刚刚出现问题那里 是 左敦 问什么楼 是 那些人会觉得很奇怪 就是 那些楼梯可以建成这样的吗 就是那些人可以这样住法的吗 他们觉得很奇怪 是 是的 你说下去 另外就是 譬如说 周冠威导演他拍的《幻爱》 他拿到屯门轻铁的景观 譬如说 如果有人但也不会拿到这个感觉出来 他有些梦境 有些梦境 有理想的 即是幻觉 有接警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郑宏随 最近拍的那套 是 这个 有什么《幼齿》 《幼齿》 《幼齿》 就是《幻爱》 是《幻爱》 是《幻爱》 是 《幻爱》 就是《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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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似乎 你那个导演 或者摄影师 他能不能拿到一些 平时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一些特殊的意象出来 是的 其实有两个方向来说 第一个 它香港电影 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戏剧区域 是出了名的 譬如以前的UFO 里面有几部戏 即是那些 就是将 有些叫中环 快活谷的那些景 就有几个人在砌砌砌砌 做了一个山城出来 在外国那些人 如果认识香港区域那裡 就看到它里面有戏剧化 放了下来 而且是一种整合力 第二件事 已经有很多人 研究香港区域的发展 叫做十分之香港 指香港 制造了出来的 不单只是电影 也在现实里面 你刚才说的 那些天桥转弯抹角 引起那时整个区域的招牌 是的 譬如牛头角的Y字形 地铁站 那条路轨 其实很有电影感 那些地铁的车架 都冲过来的时候 是 以我所知 香港有些建筑师教授 他们都出了一本书 都是专门研究 香港这种建筑的文化 与别不同 尤其是楼梯 或者如果讲MALL 香港是一个最小的地方 最多这些商场 大厦商场 大厦商场 连在一起的地方 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文化 大家会看到一种城市的发展 香港已经在很早 其实战前已经开始 就是去了一个很长月的 一种被人感觉到 未来的城市的一种指向 那个路向的 如何去寻找路向 香港可以做一个指标 不过这些我发觉 从来我们香港政府 由殖民地的时候 都不对这些关心 今时今日更加是 我觉得今时今日的建筑规划 我们要值得讨论 是的 但我没有那么悲观 因为有些景是出了整体 我不知为什么 譬如英雄本色 马哥上山顶 下来就是讲了一段对白 我觉得这个 香港夜景 香港代表的愿意 那个对白 那个景其实 我想走远全世界 都没有一个可以 和这个比美 就算其他 你说上海 那又上海人 没有这个景 但它没有这个景 在山顶看下来就是 整个香港 一个panorama 新不了情 在飞岸岭那边 又看到当年的启德 机场 也是很难找的景 只是香港那时候 可以找到这些证识 造成了很多全世界的人 那种叫香港印象 现在我说 其实我是悲观 那些事情 就是没得说 因为90年代 未开始 已经有个混乱 屏风扭 便出了一个问题 现在 我现在新的建设 麻烦考虑清楚 因为以前 70年代 都是很强调的 他说建筑 那时候不施称 一个风水大师 也就是国宝 潮州的一个很关键的大学者 他都说了 建筑师 如果你不懂得中国风水 你在城市搞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是类人类物 你自己不知道 是很有问题 其实屏风楼都是一个问题 它令整个旺角区的风水乱滑 是的 那这些 我们再做一些资料 将来不被知的说 最后想问一下 新的导演 现在涌眼很多 近期我也见很多 他其实对这个 掌握香港区域的景象 那个影像的敏感程度 高不高 非常高 有一班人 他比香港更加香港 拍些荷里活片 其实香港人不懂得看 他会将一些科幻片 他会将香港的时间 因为有事后 你可以再看 他告诉你 香港会变成一个后花园 就是你看变远甲港第三集 来香港的时候 拍了 拍了 而且公学机动队 他特意去铜锣湾的转天桥 下面整个庙 大家一看里面很有意思 你之前看不明白 说它很老套 现在你看回 你就会很明白 有些东西 电影是可以有些记忆到的 但这些记忆 你不需要那么清晰地表达出来 如果你清晰地表达出来 麻烦你写论文 麻烦你写论文 电影就是 里面有一个矛盾 但你可以核挖到 脑子里面的潜藏的一些记忆 这个其实是电影的最大的好处 亦你说电影里面有很多神秘主义 就是这件事来的 好 那我们今天trailer就拍短一点 我们就跟着大家记得 这个礼拜六晚就看《2022神秘之夜》 好吗 OK 误会论文